蔡英文今天前往国军台中总议院视察 针对了放射治疗中心的设立 对国军弟兄甚至是市民带来的便利相当肯定 而因为疫情期间 总统也透过了视讯方式 跟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对话 为他们加油打气 在国防部长的陪同下 总统蔡英文抵达国军台中总议院 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前在门口迎接 不过两人没有互动 就连听取简报时 座位也是隔着一个走道 倒是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座位警铃总统沃晨还偶有互动 那还有很多的食物 针对803医院设立的放射治疗中心 提供国军弟兄甚至是台中市民的方便和服务 总统也表示肯定 另外也透过视讯方式 一一的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感谢医护人给值得出售 共同保护台中地区的营造 谢谢你们看起来士气很好 作为总统来谢谢我们国军的努力跟协助 做身军统帅我觉得蛮有面子的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的国军在这段时间 除了要保家卫国之外 还要来守护我们全民的健康 面对疫情的来势汹汹 尤其是小朋友的医疗照顾 以及疫苗的失大 总统也很关心 强调在中央和地方的配合下 必定能把疫情控制下来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因此非常olphiksi 今天我们不能首席